在我们论坛里面 然后第七次 所以每一次每一次 一到七次都很清楚 然后你只要点选 完整影片连结的话 这边都有 然后上个礼拜的部分的话 当然同学问到 比如说第一个 如果表单里面没有东西 你不要输入资料 那我有讲到 你可以rangeA2 if rangeA2等于空的 then R就等于2 有没有 L10的话 才像下追踪加1 那这个程式当然 我有把它写在 就是你可以查一下 OK 那反正如果你要能够真的用 你就要很熟这些程式 OK 你很熟的话 以后要把它用就很方便 如果不熟记得 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找得到的地方 OK 那另外的话 我们教师研习时数统计表 用BBA来做 里面可能有保护 那保护我讲过 很简单 你可以动态的取消保护 就是什么 active shoot 怎么样 就目前使用中的工作表 点unprotector 刮符就给它密码就可以了 有没有 OK 那这样就取消了 最后再把它unprotector 改成在protector 那最后记得 因为你程式里面 VBA程式里面有密码存在 所以记得怎么样 把VBA保护起来 不然的话别人一打开 就可以看到你的密码 或者是说以后你写了很多东西 VBA 你还是要注意一下你的智慧财产权权 所以就把它加密码 OK 按照智慧财产权的规定 如果你工作是有程式设计的内容里面 如果你在上班时间写的 我之前看过 好像这个如果你是上班写的 应该也是属于公司的财产 OK 因为是公司付钱给你写的 但如果说公司没有要你写程式 是你自己写出来的 但是你是在上班时间写的 那这规范就有点模糊了 到底是属于你的还是属于公司的 这个可能就要另外再规定了 可能公司会给你签个月吧 但如果不是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智慧财产就很重要 因为这东西其实以后 如果你可以累积很多都VBA 你自己的东西的话 你将来真的可以做出一件完成所有事情 然后 再来后面的话 我们有康义服用黑名单筛选 那乐透彩 另外我刚刚我讲就是说 把那个前期名的部分舔颜色 不过舔颜色可以拿来改嘛 对不对 舔颜色的话就一个回圈加逻辑判断 加舔底色 总共五行 其实五行应该蛮好记的 不过你要把它写出来 像这个五行 我看应该很多同学现场要叫你考你的话 我看很多应该会叫白 不过就是要练习 我的前提并不是说一定要考试 我是觉得说这东西你可以用一些方法 反正你尽可能把它记下来 哪怕是你将来可以open book 笔记本上面可以打开参考也OK 我觉得学程式并不一定要为难自己 反正主要是解决问题为优先 OK 至于你要怎么样能够完成这件事情 那在最有效的方式 我觉得这些都是好方法 另外还有定义名称 OK 然后前期名这些都有 所以回去如果不熟 请各位把这些再看一下 那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那个 我们的就是检视与参照部分 所以我再把那个我们的范例档 我们100 OK 然后检视与参照部分的话呢 请各位开启这一个范例题 那这个范例题里面的话 应该最简单的 其实检视与参照里面 我想用最多的还是V路函数 而且你至少第一个 你V路函数一定要会 而且要很熟 OK 如果你第一个 你连V路函数都不会用 而且还会用 但是不熟的话还不行 因为为什么 因为工作里面太多 都跟那个V路函数有一点关系 比如说我们这个 切到Lookup这个工作表 如果我今天 左边的部分呢 F栏为中间 左边部分呢 其实就是一个资料表 有点像资料库里面的一个table 资料库里面 就会放很多类似像之后 它的形态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上面是栏位 下面是一笔一笔的Raker 一笔一笔的记录 所以这边有八个 算是什么 八个业务人员 OK 那一定会有个编号 编号的话 一般我们在资料库叫Key Key的话里面 它有几个特性 第一个 里面一定要有资料 第二个的话呢 一定不会重复 它是unique的 唯一的 OK 所以有两个特性 一定不能是空的 不允许怒 一定是不能重复 那根据编号呢 你可以查出什么 查出它的其他的东西 其他东西叫value OK Key跟value OK 两个 那现在蛮多资料库 也都遵循这个概念 就是Key value 大概就是这样 那所以呢 我们需要什么 左边是资料来源 右边呢 是要查询的画面 因为为了方便 理论上应该把它分在 两个工作表 不过为了方便 我们把它放一起 那我希望做什么呢 第一个 可以呢 在右边输入一个编号之后 自动帮我把它的 这个其他资料 把它带过来 本来是横向的嘛 OK 把它变成纵向的 而且最好你公式下一个 都向下填满 一次完成 那如果上面变更的话 下面也要跟着变更 那该怎么做 OK 所以第一个的话 当然最简单的啦 你如果想到方法很多 跟各位讲一下 在简式参照里面 可以用的方法太多种了 用index可不可以 可以 用index可不可以 可以 lookup可不可以 可以 还有什么呢 还有其他的 像match 配合index 但是呢 最常用到还是v6函数 不过特别注意 如果你用v6函数去查资料的话 它有几个概念一定要遵守 第一个 它要查的东西 一定是查这个范围里面的第一个栏位 也就是它不能查非第一个栏位 所以其实v6函数为什么大量被使用 因为v6函数跟现在资料库的概念是相对应的 也就是其实v6函数去查类似资料库的那种概念的东西是OK的 但是如果你的资料来源比较不是资料库的那种格式的话 比如说它的 它的编号或者你要查的东西不在第一栏 可能是你要查姓名的话 跟各位讲你就不能用v6函数 因为v6函数只能查第一栏 第二个的话你要告诉它 它的table是资料表在哪里 第三个你要告诉它你要查哪一栏 所以如果今天我用什么 用v1函数来做的话 那它会问我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要白话意思说LucaValue 你要查什么资料 Value 意思是它就查编号 所以给它说我要查005 第二个问题说table table就是资料表 其实就是表格 array的话就范围 意思是说那个资料表的范围在哪里 那我就跟它讲说在这里 不包含栏位名称的底下所有资料 OK 所以这个它会自动查一定是查第一栏 它不会问你第几栏 但是第三个问题就color col的栏 index是哪一个索引值 number 就是号码 其实白话意思说 那请问一下 我帮你查一定是帮你查第一栏 那请问一下我要帮你带回来的是 这个资料表里面的第几栏 这个第一 我要的是姓名 所以第二栏 第三所以总向第三 第四第五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的话要填的话就填第二 二的话就指的是姓名 帮我把 查一定是查到005 请你帮我把刘宏群 他在第二栏帮我带过来 OK 最后一个 这个range lookup 有意思说那你要比对的是不是要完全一模一样 是不是005 如果是的话一模一样的话就0 如果说你要输入1的话 那就是找接近的 比如说没有005他会找004 比如说他找009没有009 如果你是用0的话 他会出现not available 但是如果你输入1的话 他会让他会抓008 他会找接近的 OK差异在这里 所以我们把这个填一下 我要找第二栏 OK这边第二 然后0好了 用完全比对按个确定 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会发现他把刘宏群帮我带过来 可是底下总销量怎么办呢 当然我们理论上可以怎么样 当然比较不那么有效率的方式是什么 把公司负资贴过来 那其实只要改哪一栏呢 其实只要改这个 有没有2变3嘛 3变4 4变5 可是问题 我们如果栏数现在只有还好4栏还算快 可是如果你有10几栏 20栏更多栏的话 那你岂不是怎么样 要不断的再改 就是改公式嘛 所以呢 理论上最好的方法是吧 最好是向下填满 如果有没有办法向下填满 可以自动帮我完成 OK那请各位也许先试一下 因为他现在正在忙碌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满 转发 打赏满 转发 打赏满